我叫杨振萍 家中有七口人 现在到城北新村了 到这个扶屏车间上班 在这上班附近能照顾到孩子 又能有个稳定的收入 觉得挺好的 我会看到城北新村了 叔叔在城北新村 跟城北新村的秘密 是厘所的市场 在城北新村的秘密 在城北新村的秘密 一年大概收入一年平衷就是一千多块钱 就是能吃饱肚子 其他的就没有啥 在这儿盖活的话 一年大概收入两三万块钱 他生活肯定得到改善了 我就是想出去资两个钱 回来把这儿漏房子翻讯一下 把这个样子规模看扩大一下 郭元年是西海谷清空地区 也是宁夏的淘宾工业的住战场 每年郭元年是能收入三十万的龙头老屋 中收入超过六十个亿 今年采取征服硬道 龙头企业和经纪能组织的前线大桥 帮助龙年龚能够做得出去 能够有恐怖 能够有收入客战